过的 中午在那家吃个饭可以吗 你是个做什么的 我是旅行的 我有任何恶意啊 就是吃个饭 可以的 真的 真的 那个小朋友是你的儿子吗 是我儿子 就是这么多年都是你一个人在待 对 又当爹又当忙 会好的 为了照顾孩子 我在我们家附近的玻璃厂上班 我们上班是上班岛 上班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孩子的时候 就让他一个人在家 然后我通过监控监控他 他交给我的感觉是 感觉就是非常不错了 但是它消息 很多人在家里面 都没有人照顾孩子 你akiaten 没有过温度 没用过温度 因为泽下温度还稍微能逃好一点 然后孩子们想下来玩 那拥大熟就把三哥们全倒下来 和孩子们上课去了 再把那个含纳又装饰了 带到带到 帮儿人包进 保健你呀 不要跑啊 不然 快把钱就还收起 你们接他这个不要跑 打打的喊 成都人民都是很热情的 像什么小偷我们全部一起带 怎么可能他聊在地上 脑油妹妹说手机被扣了 然后我就大喊一声抓贼 然后有个小伙子他就抓住那个贼 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给制服了 要给了警察叔叔 爷爷做任治疗他80岁 然后这个奶奶是78岁 每天就是这个奶奶在动汉 他说他做你这个东西 就挖了300块钱在收档 收档帮帮你 我决定上在决定的 就是178块钱 然后我都给他了 孩子梦游了 他老师特别温柔 给了一只手 然后我拍一拍 又试一下呢 梦游他在拍 然后我叫了几次他还没起来 不用那个起床号 我把它叫起来 我刚唱的就直接弹起来了 我特别敬佩 老师这三盘部写完以后 就是感觉整个点一下子哽咽了 这些歌目先被你用生命怀的和平 就给大家去对付 就是买一个行程吧 然后就是心里特别高兴 然后就放烟吧 我看到他自制的就是去护着 自己喜欢的那些扇子 我当时感动你 眼泪你都掉下来吧 妈妈 你好妈妈 我把你好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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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小时候都是姨姨奶奶背双的 看到GG走过的样子 就像看到他小时候走路的样子 哈哈哈哈 妈妈还多不点